参加郡主闻事的十个人选 就定下来了 多数还是咱们大梁的子弟 陛下可以放心了 还好 没有辱墨咱们大梁的颜面 为郡主择序是大事 别说陛下关心了 臣妾和太子 也恨不得把全天下的青年才俊 全捧过来给郡主选呢 昨个呀 太子进宫 还跟臣妾点评呢 听说 太尉府的司马雷 出身人品相貌样样都好 这次比武 到现在还没有输过呢 依臣妾的小见识呢 这文事不比武事 既然是由陛下圣心独裁 那像司马雷这样拔尖的孩子 还是应该放在前面 让郡主选才是啊 你的意思朕明白 难得皇后跟你有同样的主意 只是她看中的人 是中肃侯府的廖婷 皇后娘娘看中的人 自然也不会差 只是 这年纪也是大了 精神有些不济 郡主文事的卷子嘛 朕也没有打算亲自越看 那 陛下 是想指派哪位大人呢 郡主自己 倒是举药了一个 没有官职 江湖白衣 皇上要我为郡主执掌文事 执意已经下了 宣旨太监就在路上了 所以湖上没有 皇上怎么会知道我的 哦 先生财名卓著 想必是豫王殿下举荐的 萝入 皇上 谷《非执 outs》